真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来住 我来不来 不行 我不能用感情 我不能帮她 我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只有我能帮她吗 我先去了 说话呀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是我 药树给我开的 她是为了我才去的医院 胡说 你是什么人哪 竟敢跑到这来地放冷顶醉 我 我是她女朋友 有病的人也是我 她做这一切也都是因为我 爸 我不想一直瞒着你 我和小七在一起一段时间了 我希望您能同意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方冷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 前几天你不是还带着姜雪 登门拜访吗 这才几天呢 就换女朋友了 而且还是 您就别耍了 别火上浇油了 是 姐 恋爱结婚是年轻人的事 咱们老一辈就不要管了 姐夫 你也别气了 孩子都在 不方便说话 不如 你私底下找方冷好好的谈 你觉得怎么样 该怎么办 你自己心里清楚 哥 没想到你比我还怕你 太帅了 那个小七 我妈说话她就那样 别往心里去啊 没事 我先走了 是达 是达 姐 方冷啊 想做的事情 你千万别反对啊 我还没说你呢 刚才 为什么替方冷说话 我不是帮她 我是帮你 你想想 刚到手的把柄 没了 以方冷的个性 还会给我们机会吗 既然如此 不妨拿那个女人开刀 你的意思是 一看那个柴小七 就不是省油的灯 只要她们在一起啊 我们就不愁 找不到攻击她们的把柄了 更何况外面还有一个 虎视眈眈的江雪呢 你觉得方冷会同时 应付得了这两个女人吗 你的意思是说 让我搅活了这趟水 以后浑水摸鱼了 好 我明白了 我先走了啊 你为什么要帮我 你不是说你已经不喜欢我了吗 话虽然是这么说 可韩助理说 韩助理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你生病了 只有我能帮你 你都知道了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 可你毕竟帮了我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不过我现在提前跟你说好啊 你 我当你女朋友是假的 除了治病 你可千万别有什么非分之小 好 我答应你 还有呢 还有什么 你这么帮我总得有个目的吧 钱 工作 地位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可以答应你 不用了 反正我也不会在这里待多久 你说什么 没什么 你还没跟我说要干嘛呢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啊 这个我以后再跟你说 现在最重要的 你得先通过我爸这一关